如果說到養生食品,你會想到什麼? 但你有聽過樹上魚油嗎? 沒錯!就是我手上這一顆黑色乾巴巴的果實 竟然聽說Omega-3是魚油的臉背還能夠幫助減肥? 真的有那麼神奇嗎? 跟我們去一探究竟吧! 看這個人,超級開心因為他吃了一些牛肉 看這個! 這就是我們要討論今天 Sachi-Inchi 你覺得這個名字聽起來像Latino音樂嗎? 真的,真的 沒有音樂嗎? 沒有音樂,但看起來很漂亮 這個有五個 這個有六個 也有四個 這個很酷 很漂亮,但它看起來很偏偏 而且它很輕鬆,讓我感覺像是製造的... 我不知道... 各位,現在我們要認識這個美麗的樹上魚油 我們就要請這裡印加果園的園主 我們這次來到的是彰化蟹皮頭香 這裡的印加果農們相當團結 成立了一個合作社 打造了一個屬於大家的品牌 每位農民能互相交流種植經驗 給予彼此協助 集結大家種植的印加果 統一把關出產品質 最重要的是大家聚在一起 種得也更開心 剛剛王太太給我手上這幾顆印加果 真的超漂亮的 那它原本長的就是這樣子嗎? 對,新興果 也叫做印加果 原產地是蜜乳 原本是這樣子 這個是它新鮮的樣子 印加果它算是水果類嗎? 還是算是豆類? 豆類 所以它裡面長的會像四季豆 那樣子一顆一顆的小豆子 對對對 它可以直接吃嗎? 不能直接吃 為什麼? 它裡面有那個 可能是植物鹼 不能生吃 吃了會肚子痛 對對對 印加果是地球之輩 亞馬遜和流域孕育出的品種 而且與印加文明的發展 有很深的淵源 密魯在地原住民持有印加果 已經有超過3000年的歷史 傳說當地原住民就是吃了它 體能才會勇猛 更有人說它是印加帝國 貴族專屬的美容聖民 當我看它 我感覺到它 像是中國的藥餐廳 對 是嗎? 對 大哥 有沒有人說這個長得很像 那個藥膳湯裡面的八角 有有有 這很像 它可以拿來煮成湯嗎? 生的果實可以煮湯 像這個生的 煮差不多三個小時才可以吃 喝湯 就是煮三個小時之後 它的植物鹼慢慢會揮發掉 對對對 一般有人煮雞肉的啦 排骨的都有啦 聽起來蠻好喝的 大哥你本身有喝過? 有有有 所以它吃起來口感像什麼? 清淡好喝啦 像是水果它會有公花跟母花 那它是公花會結果還是母花會結果? 雌雄童體 喔它是雌雄童體 對對對 雌雄童體 那後面這邊有它的花嗎? 這裡 喔這邊 喔跟你講 你講啦姊姊馬上 哇你看 來來來來 對了忘記跟大家介紹 這位就是黃太太 他們可說是印加果界的神雕俠侶 彼此為了在退休後 能有個穩定的收入 開始投入種植 黃大哥開玩笑的說 這是一個修身養性的工作 散散步當運動 種出健康的印加果 給大家吃 也算是累積福報做善事 這個就是花 哪一個? 這個 有沒有 這是母的 這是公的有沒有 這一個小星星已經長出來了 有看到嗎?結果了 所以它是從母花開的結果 對 這裡有看到嗎? 有有有 哇 那姐姐 如果從它這麼小一點點 長成一顆成熟的印加果 像你後面那個 要半年喔 半年 種植這個印加果 它需要什麼生長條件嗎? 要比較 不要那麼潮濕 根部再不會爛掉 所以你們這邊的土壤 要特別選排水性比較好的嗎? 對對對 種下去 要長到可以攀牌 要多久的時間? 要超半年才可以上去 前面那裡 這是新種植的 你看它已經攀上去了 我剛剛手上這幾顆 有的是六個角 有的是四個角 是為什麼? 因為它的營養比較夠 所以越多個角 代表它壽粉的越完整 對對對 四個就比較一般 一般的五個六個的話 是最好的 印加果跟一般的水果很不一樣 由於開了花 熊蕊多 花粉多而小 又無氣味或蜜 無法吸引昆蟲前來採花蜜壽粉 所以是靠蜂來幫忙壽粉的喔 而果實形成的大小 也是由蜂的壽粉程度來決定 那印加果有像其他水果 有不同的產型嗎? 比如說夏天才會結果 三、四葉的話 就有一季 在冬天有一季 秋天總共有兩季 最多的時候 它平常一定都有果實 也有在開花 也有果實 它就等於都可以採收 就是盛產期跟沒有盛產期 它的味道會不一樣嗎? 不會 味道都一樣 夏天的果實會比較大 夏天比較大 夏天比較大 因為冬天有東北季風 那個樹葉都不好看 所以果實也比較沒有那麼多 簡單認識完印加果後 我決定讓Lena來親自體驗採收 看看這位洋將 到底能否在農村裡生存呢?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你從這裡 就要從這裡全部剪掉 這邊 對 它一整個枝條都要剪掉 對你剪掉 對 這樣子有沒有 姐姐為什麼採收的時候 你要整個枝條緊掉 不是剪過 這樣子我們才不會有那麼多枝幹 因為太多人太密集了 就會把果實的營養分散 是 那他們的顏色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個比較乾了 這個還不是很乾 所以我們回家還是要再曬過 我剛剛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們採收的時候 不是採綠色的果實對不對? 對 綠色還沒熟啊 它如果採下來也會爛掉 哦 它成熟是要變成像這樣乾乾的 就是成熟 對對對 哇 它看起來很漂亮 我感覺到它是個很紫色的工作 因為每次你看到果物 它看起來像小明星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好處 我們最重要的是採取這些果物 是 它不會讓你的手擦乾 而且很容易採取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嗎? 這可能是我們不能吃的第一種果物 那是真的 我們常常去牆壁 我們直接採取它 然後放在我們的嘴巴 你要動作快一點喔 姐姐不到一個鐘頭就踩了這樣一整桶 有兩三公斤喔 沒有啊 我們來了的時候他們已經有了 哈哈哈 哇 這個超酷的 這是一個小的 被捕捉了 從那些小的 被捕捉了 哇 好可愛喔 這不是只有那些小的 有這麼多的 像這個 那你們釣地上之後 你們會旋轉嗎? 還是你們就讓它自由擋? 那個都會拔起來 位置不對 它要靠這個 哦 它已經要易復攀爬上去 一定要像這樣子的話 這樣管理起來會比較有產量 也比較好去做 修剪 枝條 那你這樣的話 就整團在那邊的話 照不到太陽 就比較沒有產量 身為好奇寶寶的我 忍不住還是想要生吃一顆看看 他還在嘗試他們 我還在嘗試她 我還在嘗試她 給我嘗試 不要給我 我可以幫你抬出去 你們可以幫我抬出去 OK 各位 我後面有大概兩位壯士可以帶我走 你吃看看 它就色色苦苦的 不建議大家直接生吃 我只是好奇 我現在有點既興奮又緊張 其實看起來很像那種開心果 對啊 堅果啊 堅果啊 堅果類 OK 所以 在我吃這個果實前 我想要講最後一句話 我很愛我的爸媽 也很謝謝大家 來介紹我印加國 謝謝大家 來吃吃看 吃一看應該是還好 對對對 我來看為什麼鳥 連這個都不吃 其實不難吃啊 老實講 它有點像是很乾很乾 又很澀的花生 對 又不甜 又不甜 有的是直接炒來吃 真的很澀耶 我剛才一吃那個整個口水 整個集中到那邊去了 有夠澀的 這個你丟給狗 狗也不吃了 對 真的不好吃 你要吃吃看嗎 沒有沒關係 我說不好吃 我為什麼要吃 好 不建議這樣吃 那我們去吃 比較好吃的印加國油 有 你認識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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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你沒有吃吃 那種的蛋 通常 有什麼東西 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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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我 還會吃 我還要吃 我一直吃 我問姐姐 我問你 給我一種蛋 所以我可以給你 你吃 但 黃大根 她說 我來吃 我沒有忍耐 因為我必須成為真正的男人 修練 我最主要是 喝多一點水 OK OK 姐姐 所以我們印加國 採收完之後 你們會怎麼做處理 一開始 要先在外面曬乾 對 曬乾以後 我們要炸油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剝開這殼 就是這樣子 我們都是手工的 當然這個是也有機器 可以剝開 那為什麼特別要用手工 因為手工它會比較完美 如果你用機器的話 品種不好的 你看一下 這個為什麼不好 因為它沒有營養成分 喔 是太小嗎 不是 它是長得不均勻 那做出來的品質就不好 所以我們要的是這樣的完美的 你再看一下 差很多耶 你看 這個是完美的 然後這是小小姐姐說淘汰掉了 那如果像這種小的啊 營養成分不好 你們會拿來做什麼嗎 我們都 當培料了 當培料了 在經過嚴格篩選後 他們會統一送到生技公司炸油 製成最營養高品質的印加果油 在去年甚至還得到世界產品品質評鑑的金獎喔 而炸完油的這些豆渣 也絲毫不浪費 會再額外製成手工麵和麵包 各位讓我們隆重為您介紹 我們這邊印加果的理事長 你好耶 我剛剛一直很好奇 印加果它的主要營養成分是什麼 它有不飽和脂肪酸92% 市面上所有的植物油跟動物油都沒有辦法達到這個成效 就是我們所謂的Omega 369 那我聽說吃魚油好像也能補充對不對 它跟魚油有什麼不一樣 以我的外界Omega 3他們有6跟9 印加果油的Omega 3含量是46.4% Omega 6佔35.6% 其中Omega 3的含量是我們熟知魚油的兩倍 根據科學研究 Omega 6主要有保護細胞結構 幫助調節身體代謝功能 並促進免疫反應 所以它人體會好吸收嗎 它直接吸收 喝到我們體內的話 它就直接隨著我們的血液 然後直接貫通我們全身的靜脈跟動脈 那一般的話食用是它的比例是要喝多少 如果是保健的話 一天建議是10CC就夠了 姐姐你平常喝多少印加果油 我就是10CC跟15CC左右 那你覺得喝這麼久以來 身體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我個人的感覺啦 但不一定說我講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是會跟我們一樣 我平常都覺得我工作很多 我覺得做得也很累 可是我自從喝這個印加果油以後 我會覺得我的精神好 體力又好 看起來像一個鏡頭 那你們每天會喝嗎 就每天早上空霧 空霧比較好 對空霧的話就喝 喝到我們體內 馬上會分解 吸收比較快 很香 聞起來不像油 有一種花生的味道 有點花生 但是聞起來沒那麼油的感覺 我平常都很興奮 但油的感覺有點難 我之前試過魚油 我還要吃很多東西 因為很不舒服 我要強調一點的就是說 印加果油在蜜乳是一個原生種 也可以是他們的果堡 但製造過程的東西出來 不一定跟我們台灣的相同的 因為我們有處理這個植物鹼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咒有祭式 不客氣 因為這次喝的時候 它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你常常喝的 油會讓你嘔吐 但這個很不錯 它不會太油膩 你喝的時候 我只做了一瓶咖啡 然後我不會覺得不舒服 在我的嘴巴 也在我的腿 所以這個油不只是 你的健康 和你的肌肉 也在你的肌肉 所以現在我沒有結束 然後撈一瓶咖啡 對 你可以這樣做 它也不會油膩 嗯 你要給它摸一摸 輕輕的 所以它這個等於是有潤膚的作用 對 也有美白的作用 哇 你都這麼白了 那你不用再白了啦 如果你還是怕味道 不敢直接喝 他們也有出膠囊 而吃起來有葡萄風味的果凍喔 這個東西真的很香 你知道嗎 我認為孩子一定會喜歡這個 好好吃 它不像健康的 它不像很健康的 它不像... 很棒的蛋糕 跟這些印加果農相處一整天之後 讓我了解到 印加果不只是為農民帶來收入 手工剝殼檢查 也提供附近家庭主婦額外的工作機會 更重要的是 大家對品質的要求 以及種植的熱忱 深深感動我們 從事農業 對他們來說 不只是一個工作 更是推廣健康食品 給大家的使命感 我知道你們 大家可能想買這些產品 我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你們可以通知 或直接購買 他們的網站 這是QRコード 你們可以測試嗎 試試 如果你們可以測試 就跟我們把連結放在上面 對各位 如果你們要吃到 比較營養 健康 品質最好的印加果油 找這一家 絕對沒錯 好 各位 謝謝你們收看這影片 請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 在台灣 再見 為何不遮掩我眼睛 哇 他們很甜 他們給我們幾乎的東西